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集是我Sam主持的 當然也有我們的Dr.Yuen Hello Dr.Yuen Hi Hello Sam 你好 我們收到很多信 所以今集有一封是展情女士來的信 這個問題很有趣 袁醫生很想解答一下 這位展平女士問 可不可以有些雜數講脫隱和復康的問題 這位女士就說 凡事過量 適得其反 我們現在的世界充滿著很多傷身的東西 好像煙酒 垃圾食物 錯誤的生活習慣 她就問有個朋友 喝酒喝得太多 她現在親眼看到一位醉疼的朋友 不喝酒的話 連行動的氣力都沒有 身體很差 就想問一下 如果她有決心的話 怎樣可以反敗為勝 修復失地呢? 再詳細一點的資料就是 她這位好友 不喝酒就會手震 已經超過了六年 問一下還有沒有機會 她很想幫到她們 希望可以轉介到 一些可以真的幫到她們的地方 因為她說 瑪莉醫院相關的部門 都是不行的 袁醫生可不可以解答一下呢? 大家都知道 香港最近已經成為 紅酒買賣中心 想取代在英國倫敦 酒交易的地位 我當然很明白 很明顯 主要是針對中國 中國人開始富裕起來 他們開始懂得欣賞紅酒 過去我們都知道 香港喝酒的問題 我記起之中 並不是很嚴重 多數是成年人 在喝酒的喜喜宴會 去喝酒 但是發展到今時今日 其實很多人都開始去學習喝酒 包括年輕人 聽這位聽眾的來信 似乎有一個機構 似乎都可能處理幾多這類問題 的年輕人 包括現在的御酒 在我們的治療醫療領域 其實我們醫病 其實可以這樣說 都是三部曲 在我自己診所 主要是三部曲 第一就是講自然醫療的概念 其實大部份的病 除了意外、刀傷等 創傷、遺傳之外 其實大部份都是兩個因素 毒素、內聚、營養不良 處理很明顯 如果你飲酒而飲得那麼厲害 你身體內臟器官 主要是肝肝一定傷得很厲害 所以在我們的手法 我一定要先把身體排毒 肯定是每個器官都要做的 肝要進行清肝 大腸排毒、淋巴排毒 我用體質水療 推動淋巴排毒 紅外線、皮膚排毒 我一定要把身體的毒素 儘量在不同的手法 減低它 開始飲食方面 就要開始吃一些營養粥 和清淡一點 在我的經驗之中 其實為什麼有些人 會有傾向吃這些刺激的物質 例如咖啡、飲酒等等 其中背後的因素 就是我們的身體內 可以這麼說是缺乏某些東西 缺乏某些所謂營養 身體經常會感覺 總是有些東西缺乏 但又不知哪處去滿足這些需要 藉助這些刺激的物質 去麻醉了、麻木了身體的 是真正營養的需要 所以我們處理的方法 通常都是營養方面 要幫它補充足一點 以及多方面的排毒 除了這兩個自然醫療的工具 我們都會用銅外療法 如果在銅外療法的資料庫裏 如果我去查一下 譬如乳酒這方面的問題 過去能夠處理過 即是成功處理過這種問題 和我們療法的療劑 有成166種不同的療劑 很明顯 我們很難指出有哪幾種療劑 我們是可以幫得到某一個病人 因為始終我們的醫療 都是很個別性 我們不會根據一個病的症狀 或一個整體的客觀條件 我們會去配用那些銅外療劑 這樣做成功率會低很多 我們有166種療劑 很明顯 我要每一個病例 要很小心很全面 如果病人了解病人的問題 重心在哪裏 他的體質問題在哪裏 還有他可能有什麼起因 他會否可能因為情易結問題 導致他開始喝酒 乳酒這條路 如果關鍵在那裏 我們會企圖找一些療劑 去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他的生活習慣壓力多 經常吃很多垃圾的食物 導致他的身體很敏感 這個情況下 我也有些療劑處理這種狀態 所以在我們治療過程中 我們都要考慮很多方面的因素 如果我們找到他的起因 我們就由起因那方面去企圖配藥 如果我們找到一個整體的生活習慣問題 我也有些療劑處理某種生活習慣 導致身體變成的狀態是怎樣 我就處理身體狀態 也有些時候我們會處理整體的體質 有些時候你加強體質 他抵禦這些刺激的品 煙酒的能力就會加強 當然病人也要自己願意 當然有些人會說很簡單 叫那些人減少一點喝 我相信一定有試過 AA Alcoholics Anonymous 一定有很多他們的方法 但我記憶之中 有些人去過AA的團體 發現他們很多時候都是用群體的壓力 就是peer group pressure 還有有時候是用一些意志 當然也有些人用宗教信仰來幫忙 但很少人就會想用這個角度去看 其實為什麼身體會變成這樣 在我們的自然醫療角度 其實身體可以說是營養狀態不足 身體缺乏一些東西 需要找一些東西去填補它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會完全在另一個角度去做 AA我們見過有些人去那些地方 有些人戒酒就會變成吃煙 用煙的方法代替酒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全面的方法 當然它一定有他們的效果 如果我們能夠讓身體 是滿足身體真正的身神代謝的需要 而它對酒精是完全沒有興趣 或者它就算喝一下也好 它可能身體也不會很容易 一種所謂的依賴那種反應 我覺得這應該是最合理的方法 所以你說我怎樣做呢 我們就是用三部曲 幫它多方面的排毒 洗腸、低質水療、淋巴的推動 或者清乾膽等等 加上是營養補充劑 最基本營養補充劑 所有我們的病人 我們都會先建議用阿麻子油 交一些所謂綠素的飲品 Bally Green Powder 再交一些淡物質的飲料 然後混合它做一個早餐 這是最基本打底的 然後我就會個人 以個別的情況去了解 它的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由166種的療劑裡面 選擇一種對它是針對性的 其實我們的資料庫 是不斷地增加的 我們看看舊的資料 電腦的資料庫 有些電腦的程式或書 都是有80多個 最新的資料 會加到166個 可以這樣說 和療法 其實不會受限於哪一種療劑 可能我們有些療劑 是166個以外 總之適用 也可以醫治的 不一定是預手的 當然在過程中 譬如有些人因為走癮法 很辛苦 可以怎樣幫助它 沒有那麼辛苦 我亦都有些工具 有些草藥 有些人幫我療法 可以幫助它 所謂戒酒 戒毒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展正女士 我相信她有個機構 叫做HSE Network Sustainability 3H Hope Happy and Health 和Environmental Friendly 我解釋可持續的生活方法 希望快樂和健康 和對善當我們的環境 正在做一些挺有意的事 其實如果你家裏有這些 遇走的人 其實都挺麻煩 在外國很多這些 在香港工作的外籍高層人士 我亦都聽過 這些問題其實都挺嚴重的 導致她可能不能夠再繼續工作 所以是值得去處理的 但我們的手法 都是一向的手法 就是回復人的營養狀態 排毒和加同類療法 在一個能量的 在一個信息層面 是幫助病人一把力 將整個體質一改 就有機會修復失地 明白 就是三部曲 排毒、營養和同類療法 好了 我們有第二個聽眾 想問一個問題 他姓陳 他在海外工作 他很想問有關於清肝膽的方法 我想問一下 袁醫生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的聽眾 其實可能都記得 我們曾經在過去 有一集都挺詳盡的 是講解整個清肝膽的過程 如果我們找回來大概是第十九集 是嗎 是的 聽眾可以嘗試在網上 在電腦那裡去找回那一集 去聽一聽 這個會解釋整個過程是怎樣的 當然這位聽眾 他好像在中國的 清島公眾媒體 他說他企圖去找這些資料 找不到 當然中國大陸很多這些網站 很多健康網站 我相信都相當多 是的 如果他找過都找不到 我們可以介紹一些一本書 這本書其實是很詳盡的 這本書的原作者 是一位紐西蘭的自然療法 從事自然療法的醫生 是一個阿尤佛的醫師 他名叫做Andrea Morris 他寫了兩本書 其中一本書是關於癌症 癌症不是疾病 聽聞他自己曾經過去都有癌症 他處理了之後 克服了之後 他就開始註書 講解這方面的問題 他這本書 英文書叫做 Amazing Liver and Goal Bladder Flush A Powerful Do-It-Yourself Tool To Optimize Your Health and Well-Being 這是英文版的 很幸運 在台灣也有一個出版社 叫做原水文化 把這本書翻譯了 中文書的名字叫做 神奇的肝膽排石法 也有很多台灣的醫學界 也有很多推薦 所以這本書可以試試 聽眾想詳細一點 因為我相信 如果我們在電台介紹的內容 可能都要講幾集 因為裡面都講得很詳細 你怎麼知道你有肝膽這個問題呢 以及你的處理方面會怎樣做呢 其實我覺得非常好的 他不只是講膽汁 當然這本書的作者認為 其實很多很多健康的問題 都是我們飲食不當開始的 也是我們的肝膽是化工廠 我們排毒的器官 所以出現問題的機會很大 聽聽眾的資料 他說他有一次突然覺得 半夜2008年 有一次半夜背部痛 痛到進去醫院檢查 知道原來他有膽囊生石和發農 所以就要撤除 很明顯他真的沒有去撤除 我和大家以前都分享過 其實膽石其實很多人都有 在外國曾經有一個報告 有90%的人是有膽石 而他一生都沒有任何的病徵 他也沒有痛沒有性 所以現時的一般醫學的立場 就算你有膽石也好 如果他是不干擾你的 沒有痛沒有性的時候 基本上你都不需要去攪拌他 不需要用超音波子 看到有石 你就一定要把它撤除 其實不一定的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人正常過活一生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自己的爸爸 原來我們自己的姐姐也跟我說過 他有次還是帶人去照照照照的胃 發現原來一顆很大的石 很大 一個大波子一顆石頭 我們也有它在 我和大家也分享過 它活到差不多100歲 無窄而終 所以不一定太緊張 遇到這些情況 就一定要趕快去做一些事情 明白 如果聽眾想知道哪裏有買這本書 其實我們的六創意也有買 在中環、銅鑼灣六創意也有買 如果你們在海外想上網訂購也可以 我們有六創意的網上健康店 那個網站就是online.healthshop.com.h 串法就是online.healthshop.com.h 你進去 在左上角你會看到書籍的 按進去 中文書 健康 你就會找到這本書 叫做神奇的肝膽石排法 這位剪情女士 其實我們看得出她很想尋求 一些有效的醫療方法 或者再問一個基本的問題 其實醫生的工作到底是做些什麼呢? 阿遠醫生 我相信大家在這方面 都可以這樣說 都會想過一下 但又好像很簡單 醫生就醫病 一般人都是一個 醫生就醫病 但我想這次跟大家深入一點 了解一下整個醫療的領域 其實我們正在搞什麼 第一 我們要了解一下字本身的意義 如果你用醫生的doctor這個字 doctor這個字 在智原學裡面 解釋是一個導師 導師 醫生真正的工作是一個導師 一個教師 教導病人如何恢復健康 就不是醫病 很多人都會想 醫生是否醫病 其實不是 在字上不是這個意思 我也有時用一個字 叫做physician 英文叫做physician physic 意思是 one who knows nature 即是有一個了解自然的人 所以醫生其實是要了解大自然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你深入去探討一下 其實醫生的工作不是只是醫病 醫生需要的資料是要了解大自然 以及是一個導師 大家聽過哲學 philosophy philosophy 的字上就是 the seeker of wisdom 即是一個人追求追禽智慧的人 叫做philosophy 了解人的意義 人生的意義 以及人生的方向 科學 science 就是知識的意思 science 就是knowledge 好了 在我們的醫療的範疇裡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古代是把醫療分成兩部分 一個我們叫做hygene 至上就是個人維生 其實意識上是保健 怎樣預防 怎樣保健 令到我們人不會有病 第二個部分 就叫做治療 叫做therapeutic 即是要用某種工具去醫療 therapeutic的意思就是 science of curing disease 真的去醫病 你說醫生是否只做醫病 其實所有的醫療 中醫也好 對抗性醫療 西醫也好 都不只是做醫病用藥 其實他都會很注重保健 預防 尤其中醫 那方面很多資料 是教我們養生的 這個在古代的醫學 你可以追溯古系列 它就叫做hygene 和therapeutic 那麼前一陣子 我們都邀請周祝雄 周祝雄博士 跟我們去講 周祝雄有一個 叫做流動生命 那個新的團體 其實周祝雄是做的 是做的 他所做的 他希望可以用 用hygene的方法 個人衛生的方法 可以處理所有的病 起碼不會病 就算有病也好 都可以處理得到 在某個程度上 醫學上 其實很多時候都在做這件事 我給你一個例子 讓你知道 什麼叫做hygene 即是保健 譬如有一個人 他有發揚調 在醫學上 我們會去尋求 到底他的抽筋 那個起因在哪裏 是否因為他的神經中心 是受到一些物理上的刺激 令到他的神經的尾端 是出現那個 所謂不尋常的反應 導致他身體的功能 出現問題 如果我們在追溯這個病人 最後發現 原來這個病人 是曾經受過傷的 他腿部受了傷 而神經就是所謂中了蛋 那個子蛋一直沒有拿出來 是大腿做中了蛋 發現原來那個蛋頭 仍然在大腿的肌肉裡面 埋藏了 而且是很接近 坐骨神經的部位 好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的抽筋問題 很大機會 因為坐骨神經的部位 受到一個埋藏的 舊子蛋刺激 導致 那麽說服 你就去開刀 開刀 開刀之後 就把這個子蛋頭 拔走之後 結果這個病人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好了 在這個情況 我們有沒有做過治療呢 嚴格來說 是我們沒有做治療的 我們只不過是了解 整個過程 把他問題的誘因 除了 只不過他有一個現象 只不過我們做些事 是把那個現象改掉 我們沒有加進去 所以嚴格來說 這個不是叫做治療的 是 另外一個案例 一個小朋友 兩歲半的小朋友 他也是每天抽筋 一天可能一次 可能兩次 這個問題 差不多是他14歲開始 就已經有了 當他一戒奶之後 就開始這種情況 為什麽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最後發現 原來這個殺蚊仔 是習慣吃一種食物 不斷地吃一種食物 問一下這種食物 是怎樣製造的呢 原來這種食物 是一種糊 一種糊 它有加一些糖漿 加一些奶 亦都加一些 一種叫做 附加劑 很明顯 這種食物 即這個殺蚊仔 解了奶 就開始吃這種糊 其實這種糊 對腸胃 是有不適的刺激 於是就出現 這個殺蚊仔 所謂抽筋的症狀 好了 那個處理方法 就叫小朋友 不要再吃這些東西 簡簡單單 吃粥就吃粥 喝奶就喝奶 結果 將這個飲食習慣割了之後 病就好了 好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有沒有做過治療呢 其實現場來說 其實沒有 沒有 這不是醫療 這是一種医療 明白 我們知道 發現現在文明人 很多很多的病 都是跟我們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 很大關係 所以很多醫療方面的處理 其實很多時候 都在那方面做些事情 包括我們現在的中醫 也好 西醫也好 其實很多他們的治療方面 其實很著重這方面 我再給另一個例子 有一個個案 有一個女士 突然之間 身體消瘦得很厲害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 最後發現她又累 又常常咳嗽 睡覺又不好 最後發現原來她是在餵奶 她的油份是很少的 很明顯 這個女士 因為餵奶 身體的營養已經一般 還要加上餵奶 令她自己的營養 被嬰兒剝奪了 就出現了貧血 出現了這些固奶奶的症狀 處理桑法很明顯 就叫她停止餵奶 叫她生物質戒了奶 很快她的身體 因為不需要戒奶 就很快就康復了 亦都是一個例子 這是沒有做過 是沒有做過真正的治療 即是Higene 都是用Higene 所以在歷史上 我們一直在醫療方面 一直都有這兩方面 中醫也好 對抗性的西醫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 真真正正做出來的效果 其實不是因為他們的治療工具 導致的 是因為她在保健 個人衛生 那方面做足了功課 導致這些疾病消失 好像我們經常說 我們以前的小孩子 以前的人的壽命很短的 平均壽命很短的 大概大概50歲 但現在的人都長瘦了 我們很多時候都認為 因為我們醫療的方法 我們醫治的方法 是造成功勞在這方面的 但是我們發現 其實真真正正 導致這些所謂 尤其壽命增長 是失溫仔和傳染病受控 很多人以前很年輕 就死在傳染病的人 是減少了很多 傳染病的控制 其實也不是真的 我們用了什麼特效藥 最主要是我們 把食水和污水分開了 可以這樣說 真正的功勞 導致人的長壽功勞 就是我們的污水馬桶 我們的排污系統 以及公眾衛生方面 在這個情況這樣看 其實功勞是高磚 就不是醫療 明白 因為有什麼特效藥 很容易看到的 每當我們有災難 或者地震也好 戰亂 很多集中型的地方 很多傳染病 就會很快又滋身 那些人是同一個人 相信他們打針 老早就打完 只不過還有一個新的環境 這個環境很明顯 令到這些病 甚至失控 做不到 處理不到 其實這個問題 又是Higene的問題 就不是醫治功能的問題 好了 可以這樣解釋 我們人的生物和死物 其實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我們生物是一種 叫做自己調節的能力 我們有叫做生命力 有叫做prana 中醫叫做氣 作為一個生物 其實我們不定是 處理一個長期受一些不同的刺激 光的刺激 電的刺激 環境的空氣的刺激 溫度的刺激 其實我們身體不斷受這些刺激 如果任何這些刺激 一停頓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死亡 如果我們是沒有接觸陽光 我做過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如果一個人是不接觸陽光 他會死的 一般人不會想得到的 陽光是對我們的生命 是很重要的 我們接觸光 我們不像空氣 空氣沒有空氣 你自己很明白 但很少人都會了解到 其實光是一種能量 是一種刺激 我們的身體 要不斷受這些刺激 才能夠生存下去 好了 當我們有病的時候 通常我們處理 或適應外來刺激的能力 是有局限的 不是無窮盡的 當這些刺激是過份 或是食物內部消化的刺激 或是我們的環境 冷、濕的刺激 令到我們身體 我們的調節能力 即是失去 我們便會出現病 好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即是說 我們的正常工具 沒有辦法 令到身體 恢復正常平衡的狀態 我們便開始用一些 特別刺激 加到病者身上 這種特別刺激 我叫做 Special Stimuli 這種是治療的科 可以簡單來說 就是用一種特別刺激 幫助身體 恢復正常平衡 好了 我們醫療的刺激 其實可以說是有兩大類的 西醫那套是對抗性 你看他用藥的名字 你便知道 消炎藥、殺菌、止蛾、止嘔、退消 即是止痛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醫療的工具 即所謂的刺激工具 每個人是對付病徵 相反病徵 同類療法 用藥的原則 是跟對抗性相反的 我們用一些藥 這種藥 是能夠在健康人身上 即是在施藥 即是做藥的實驗 是被一些健康人做實驗的時候 是能夠在健康人身上 是產生這些病徵的 即是有些不同的病徵 可能有些人吃了之後 他會覺得那個人很生氣 有一點發燒 當然有些物質 如果被健康人吃 可能會導致他 就有些抑鬱的情緒出現 或者是導致他 有種很不尋常的 即是異常的感覺 或者可能會導致他有肚子 或者會排汗 飆冷汗 好了 同類療法醫療的理念 就說 我們要醫治身體的病 我們需要用的刺激 應該跟身體本身的病狀相似 那麼哈尼曼醫生在早期 他創立同類療法 他那本書是《Organon of Medicine》 是醫療的典範裡面很清晰的 原來他觀察到 很多人當他有一種慢性病 在他身上的時候 如果他突然患上一種新的病 這種新的病入了身體之後 他以前的慢性病就會消失了 會消失了 他的意思是 他想到 他身體裡面 是不能夠存在 同時存在兩種相似的病 不能夠的 如果有一種新的病 跟舊的病很相似的 新的病進去之後 會將舊的病退走 他就領不到一種醫療的道理 即是說 如果我們醫治的過程 我們一定要用一些藥 這種藥是一定能夠 製造一些病徵 是跟病人的症狀相似的 這叫做同類相似 Homeopathy 就是Light QSA 同類相似 他說所有醫療 如果他成功 能夠治療到任何的病 他一定要符合同類相似的 原則 失醫我們都知道 做了這麼久 他們醫療的手法 絕大部分都是對抗身體的 在同類療法的觀念 理解 這種手法是永遠不能夠治療病的 你只會將身體的體質 體能的生命力減弱 導致他不懂得作出任何的調節 於是以為就好了 即是甚麼的調節 如果你吃錯藥 你會嘔 很快手會嘔 如果你嘔不切的時候 毒素在身體裡 身體有甚麼辦法保護自己 就製造一些蛤 會蛤出來 如果你身體呼吸系統 受到某種刺激 最快的手法就是打癡 噴走它 如果不動的時候 可能要製造鼻水 將它沖走它 如果再進入肢氣管或氣管下 我們唯有用咳的方法 將它咳出來 當你受傷 你會痛 你會腫 你會失弱功能 你不可以再動動它 你會紅、腫、痛、不能動 其實這些反應是怎樣呢 我們的身體是保護著你 即是不想你再受傷 讓你知道痛 起碼知道受傷的部位在哪裏 會腫 即是包紮著你的傷患處 被扭傷的地方 你不可以再動它 你會看到 身體與身俱來 是這種能力 永遠是幫你的 做一些事情是幫你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 大部份人所認識的 所謂西醫的對抗性醫療 手法永遠是對抗身體的 所以我們經驗看到 大部份人 今時今日的人 如果是長期用這些 對抗性的手法 去搞身體的症狀 最終越來越多慢性病 身體不會因此而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醫療 是違背了醫療的道理 原則 一定要同類相似 簡單的例子 如果你把你的手 放進一盆很冰凍的水裡 你的手很熱 太熱 趕快地放進去 你當時的感覺 在水裡的時候 感覺是冷的 但當你的手拿出來 沒多久 你的手會發滾 相信大家如果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去沖凍水量 初初沖的時候 會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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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但停了之後 你的身體會發熱 很紅 即是說 我們的身體 永遠 正常運作的身體 永遠的做法 都是與你外來的刺激 以相反的方向對行 如果我們用一種工具 與我們身體要做的事相反 例如你有發燒 你用一些有退燒的功能 你強行去按燒 你身體的反應會怎樣 你身體的反應就會 再用燒的方法對付它 直接到身體的反應 即是本身處理這些問題的能力 沒有了 它已經弱得根本是不懂反應 你便叫做好 他便不再發燒 你也知道很多人的經驗 用膝蓋的經驗 越來越用得多 第一 病一輩子不會好 我未聽過任何人 用這種方法醫病 最終可以不用用藥 是好得回的 是不可能的事 這是違背了醫療定律 所以跟療法的醫療 用醫療工具 用手法的原則是完全相反 即是我們一定要用一種藥 這種藥在健康的人身上 是能夠製造 好像某種病狀 用病徵出來的 如果病人裡面 看到身體的病徵 是能夠製造的配合的話 我便用這種藥 給病人用 這個相似的病徵 即所謂藥的病徵 是可以將病人本身的病徵 退走的 好了 因為藥的病徵是一種人為 人造的 所以它不會長久的 它不會維持得到的 但我用這種藥 是療劑加進身體 將本身的病徵 退走之後 接著它自己藥的病 自己會消失 這就是治療成功的地方 所以在我們的醫療方面 同類療法 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 我們這樣解釋 可能都會很合理很合理 但當我用這種藥 是很稀釋的藥之下 有些人會覺得難以接受 但我們要開始理解 我們的身體 生與死之間 其實不只是我們的細胞活動 我們的心跳 我們的呼吸 其實生與死之間 很多時候 就好像有一種力量 一種很無形的力量 當你由盡燈滅 那一剎那 你就開始生命力離開你的身體 你身體開始冷卻 細胞開始冷卻 身體開始冷卻 很多人會慢慢停頓 你的細胞不會即時沒有 它不會即時停止 血可能真的停止 不再動 但細胞活動 還是慢慢維持一段時間 你的身體不會即時冷卻 所以你看到 其實背後 你生與死 最後的關鍵 就是這種生命力 是一種很無形的力 不是一種物理方面 可以發現得到 同類療法 為何能做到這麽驚人的效果 因為同類療法的藥 是經過稀釋的過程 將它本來的物質 可以這樣說 是充淡到一顆分子都沒有 那剩下什麼呢 當然有些東西會剩下 因為它用這種製作過程的藥 是給一個病人使用 是可以治好他們的病 無論你的寶寶也好 動物也好 貓、狗 完全都可以 很明顯它有些東西在這裏 這種東西很明顯 不是一個物質的東西 是一種信息來的 同類療法可以這樣說 是有一個信息 是一個很高的層面 是跟你的生命力來調節的 從而根治這個病 希望今次我們的聽眾 在了解同類療法 我相信會被大部分醫學界的人 都會認識得更加深切的 我們在外國做過很多研究 包括在那些所謂 那些 identical twins 那些媽胎的人 做過跟進很多研究 其實什麼導致我們的人有沒有病 簡單來說 可以說 我們的人的病 健康的因素 百分之七十是取決於我們的遺傳 是取決於遺傳的 但是在殺人方面 可以說五十個百分之 是跟我們的磚有關 二十個百分之 跟我們在胎裏面 在胎兒懷孕的時間 保養有關 我們叫做epigenetics 二十個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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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個百分 影响的地方很可能在我们的遗传基因 都直接影响得到 很多我们的过去很多年的经验 都发现用同类疗法的病人 癌症是少很多的 因为我们是有预防的作用的 还有很多一代一代的遗传影响到的病人 都可以需要用同类疗法解除 明白 这就是我们医疗的领域和大家深一层次的分享 明白了 多谢袁医生这么详细的介绍 我们第一节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陆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会继续讲一讲我们上次讲开的关节炎的问题 我们上次又讲了一些自然的工具 如何帮到手 很多人其实都吃这些止痛药 或者一些叫做西药的药 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效的呢 袁医生 大家最近都听到 在美国有一个官司 这个官司是关于一种西药叫做Celibrex Celibrex是一种我叫做NZ 即是非类固醇的消炎药来的 发现它导致很多人的心脏病死了 所以这个官司就在打 另外一种药也用了一段长时间 叫做Viox Viox 发现它的副作用是大到令到 即是直接在市场上拔走 很明显看到 虽然西药 就算西医处方或者西成药 止痛方面是肯定有作用的 或者消炎方面也有一定有帮助的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虽然可以止痛或者对抗炎症 但是它是会令到你的骨质的退化 是加速的 哦 什么意思呢 这个很严重的 你不吃你可能慢慢退化 但是你吃这些这样的止痛药 你那个退化是更加加速的 哦 原来很多这些药会抑制 有一个物质叫Proteo Glycan 这种物质是我们的 可以说是蛋白质和糖分的一种分子 这个物质是帮助我们的软骨吸收水分 帮助我们的软骨的湿度和柔软度 这些很多这类这样的止痛药是会防外我们的软骨 那个柔软和湿度的 很明显会导致我们的关节退化更加快的 当然如果我们突然之间遇到一个很急性的炎症 其实任何炎症都是会伤害我们的关节的 我们会企图用一些方法 用一些药包括可能西药也好 去暂时控制它 但是如果这些药 如果你是长期用下去 肯定那个问题是会 那个坏处肯定比较好处是更加多的 嗯 好了 在2009年 在6月份 美国的FDA 就有一个特别的小组 就开始 就对一只叫Acytomenofan Acytomenofan是一种止痛药来的 就加一些规管的条例 原来他发现 新的研究发现 原来Acytomenofan 这种可以说最畅销的止痛药 竟然他那个毒素的危机 比如对伤肝和死亡的危机 是远超过我们以前认识的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药 很多人有那个副作用是很厉害的 好了 那Acytomenofan 是哪一种药是有的呢 我大家都听到 泰鱼奈 泰鱼奈 Anaxin Axedrine Direl Liquoprine 其实这些药的主要成分 都是Acytomenofan 这种止痛药 可以说数以亿计的剂量 已经用在很多人身上了 好了 但是在1990年1998年 很多方面的研究发现 Acytomenofan 是导致急症室 入急症室有成五万六千宗的病人 因为吃这种药是要入急症室的 是有导致二万六千宗的人 是要入住院 而四百五十八人 是每年是死起这种药的 是这种药的 Acytomenofan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真正的数字往往是远高过这个数字的 在外国曾经都提过 真正的数字可能是十倍的 十倍是现在我们官方报道的这个数字的 也有医生发现 就算一剂成年人的成分 就不应该多过六百五十的毫克 六百五十的mg 原来一般的成药的建议量 差不多是一千毫克的 就是吃两粒的 你看看盒子里面的建议量 通常都是 但是原来成年人的份量 都应该是少过一般盒子里面的建议量 还有发现 每一天的服食量 最高都要大大减低 现在差不多是四千的 应该是二千的 二千的mg 就不是现时的 就是一般的标准的是四千的 这个一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了 除了我们这些所谓的 这种这样的 这种子通的烧原药 acetomenofin 其实我们这类的有三种 所谓非类固醇的烧原药 有三大类的 一种就是水羊酸 salicylate 就是所谓亚时不灵 传统的 所谓的NZ 就是非类固醇的烧原药 我刚才所谓的 是acetomenofin 这类的 另外一种 新一些的 叫做 COX-2 selective inhibitor 其实有三大类 好了 首先去看看 除了我们所谓亚时不灵之外 NZ NZ 有一种药叫做 COX-COX 主要是它是用来抑制 有一种酵素 这种酵素 叫做 Cyclooxygenase Cyclooxygenase 简称叫做COX 这种酵素 就会将我们身体的 一种叫做 Arachidonic acid 一种花生酸 一种氨基酸 转做 转做我们的前列腺素 Plostiglandin 和Leucotrion 就是一种白血球的 酵素 这种作用 原来这些物质 是可以将我们身体的白血球 和我们身体的血清 吸收入我们的关节 起码令到我们的白血球 在关节里面更多 而且关节里面更加油润 所以COX的作用 就是制造多些Plostiglandin 那个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是帮助我们 调理这方面的问题 前列腺素 除了有其他的功能 除了 调理我们的痛 和我们的炎症的反应 前列腺素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保护我们的胃壁 胃壁的方面 和帮助我们的血里面 那个硬结 血的硬结 和帮助我们的血 维持我们的血量 流入我们的腎 如果我们用这种COX Inhibitor 是硬抑制这些酵素 亦都会同时导致我们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胃壁的问题出现 所以很多时候 人们会胃出血 或者水肿 或者我们的腎的功能 去退化 因为这些这样的前列腺素 有很多其他的保护作用 所以你不能够硬抑制它 所以他们发现 如果你长期去用这些NZ 即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和用高的份量 你会产生很多 很严重的副作用和伤害 譬如长期的NZ 会导致我们的神衰竭 和肝的问题 胃壁壳 和胃出血 还有NZ 是会干扰我们很多 所谓对付血压 所谓降血压的药物 也导致我们的心脏衰竭 比如有些病人 因为服食一些 所谓帮助血压 帮助心脏的药物 比如Beta Blocker Beta的阻断剂 和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Ace Inhibitor 我们叫做血管紧缩素的转化煤 和一些所谓利尿药 原来这些NZ 是会干扰心脏 处理高血压 心脏和利尿药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何Salubris 服用期间 很多人是心脏病发的 还有 长期用NZ 是会导致我们的 软骨细胞的功能 使得关节问题更加严重 当我们知道Cox有这个问题 开始他们就制造另一种新的 叫做Cox2 就是比较新的西药 他的意思就是 Cox1是有保护的 Cox2是可以抑制的 这似出现了很多细细 Ribrix Viox 这些 但最后用的经验 发现完全不是他们预期 这么简单 发现长期用的病人 心脏病和冠心脏的问题 是增加了很多 其中一个研究 是包括了 37万5千的成年人 用了一种Viox 用了5年 发现他心脏病的危机 是增加了70% 另外一个早期的研究 发现 吃这些药的人 是心脏病的 心脏病发作的危机 是增加了400% 所以Viox 在2005年 就是被禁了 所以可以看到大家 这些方法 其实是很多很多副作用 是质不常失的 有些人说 不如用雷固醇 大家都听到 雷固醇好像很快手 一针见效的 但是我知道雷固醇 虽然是一个很有效的 消炎药和止痛药 但是它的效果 通常都是很暂短的 最大的问题 是雷固醇 是抑制你的免疫能力 令到它不会有 所谓发炎的反应 其实身体发炎 是一种身体的免疫的反应 身体用发炎的方法去医病 就是身体用法师的方法去医病 如果你长期用一些药 是抑制我们身体的免疫的反应 身体有很多所谓的警讯 痛楚、不适 活动的问题 完全被你蓋蓋了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问题在哪里 于是你更加不理会身体的问题 做的事情更加伤害它 于是长远来说 你的问题是更加严重 身体的骨子更加越来越 生得多、生得快 还有很多所谓的疤痕的情况 会出现得更加早 还有免疫能力很重要 身体的免疫能力 身体可以说靠免疫能力 是帮助我们控制很多感染 以及控制我们身体的所谓癌症 我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癌的细胞个人都有 癌只不过是一种身体的 我们叫伸直细胞 在一个异常的地方 是企图成为一个胎儿 癌的定义 其实真正正的背后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是用这些药抑压了之后 我们身体的癌的机会 就因此而增加了 我知道压力也会这样的 长期的压力 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癌症 所以类固醇来说 长期的可以肯定将免疫能力 减低了 亦都会令到我们身体的 癌症的机会增加了 原来西药这么多副作用 我想问一下袁医生 除了第一集介绍的草药之外 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手 对于关切业 好了 说到食物方面 我知道 第一次我们说了很多草本的工具 有些营养补充剂 但有些人说 有些草药不是很多地方买到 也知道最近欧洲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欧洲的Codex 已经将很多传统的中药 印度的草药完全禁止了 这个战争已经发生了很久了 最近已经成功在欧洲 将所有天然草药全部禁止了 好了 幸好我们的治疗工具 不是只是草药 有一种很简单的食物 对关切业 可以说是首选的 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什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的鱼油 大家都听到 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鱼油出现 就是亚米加三 还有一种叫Crew oil Crew oil是一种很小的 海洋中心 是一种很小的动植物 好像虾米仔 其实有些是植物和动物之间的 那里抽取很多亚米加三的油 如果你每天吃三粒 这可以说是大大可以帮助到你的 如果你能够将你的份量增加多一点的时候 增加到三倍 比如吃三千的mg 一日三次 你的效果是更加好的 可以这么说 鱼油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 是首选的 处理关切业的营养素 其实鱼油是如何去处理关切业呢 主要鱼油本身是一个 自然界的抗炎物质 如果我们身体里面 即是鱼油 即是鱼油的主要成分 鱼油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 是帮助我们身体 是制造了一种叫做 Resolvent 一种解素 一种叫做Resolvent 这种物质 是帮助我们可以处理 我们关切的痛楚 和炎症 这种物质Resolvent 是一种鱼油里面的 一种亚米3加3的脂肪油 脂肪酸 大家都听过 EPA和DHA 看到标签广告 都很强调 这一类亚米加3的酵素 是帮助我们身体 制造这个Resolvent 可以直接有止痛 和消炎的效果 我们在外国也做过 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其中有一个 对照比较一般性的 所谓Cox2和NZ的药 发现鱼油的消炎能力 差不多和亚时不灵 是一样好的 止痛的能力 差不多和一般的消炎药 Neproxen ibuprofen 是一样好的 而鱼油本身 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反而 如果在另外一个 2009年的研究 如果那些病人 本身有 类风湿的关节炎 如果加上橄榄油 这个效果是更加好的 只要吃多少呢 就是鱼油 当然 简单 市面可以看到这些鱼油 但是 在食物方面 我们需要的分量 譬如我们每晚吃三文鱼 或者我们一份三文鱼 或者吃沙甸鱼鱼 lunch的时候 吃冠装的沙甸鱼鱼 他发现如果我们每天这样吃 吃足十四个星期里面 他发现 他那个关节 那个痛楚 可以减成一半 嗯 可以一半 甚至乎 当你停止进食 这个的时候 那种 止痛的效果 是维持续成一个月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鱼油 即是吃鱼 吃三文鱼 和吃沙甸鱼 本身是可以 帮助我们的关节炎 这个问题 但是知道了 阿米X加三的功效 不是只是关节那方面 其他方面 譬如我们心血管的问题 我们高胆固醇 高血压 糖尿 癌症 骨质松疏 我们大腸炎 烤喘 我们视网底 在黄斑方面的退化 经前症后群 还有很多这方面 包括我们的皮类症 身体的记忆力差 皮肤肝 心脏 情绪 抑郁 血管的问题 原来鱼油 都是一一可以帮助的 所以鱼油的功效 是很多方面的 但当然了 最近也有些人听到 哎呀 现在大海的鱼 其实是很多水银的 那我们吃鱼油 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呢 那美国有一个机构 叫做Consumer Labs 这个我也是 我订阅的 在这里 他有很多 比较市面 很多的营养产品 对你有什么问题呢 Consumer Labs 最近做过 20不同牌子的鱼油 发现 他们完全没有水银的问题 出现过 当然了 我们外面去买鱼油 都要选择一下 选择一下 我们选择一下 尽量是买一些 那个EPA和DHA 它那个 那个分量呢 是不可以 最低 一定要有500mg 500mg 那我们用那个 用量呢 就一天呢 一到三粒 一千mg的capsule 一天要用三次 那样 那当然好的 但是 但是要小心一下 就是因为呢 鱼油呢 是有一种薄血作用的 那如果你在吃着薄血药呢 那大家 你就要跟医生说一下 就是大家在薄血药那方面 要走一走 那当然呢 我觉得呢 应该减少薄血药呢 就不要说不吃鱼油 是不是 因为鱼油既然可以 有薄血的作用 又没有薄血药的副作用呢 那当然用鱼油这个方法 会更加好 那如果你在吃着糖尿药的人呢 吃大量这个鱼油呢 很可能呢 就会将你那个 那个血糖的分量 会增加少少的 那所以呢 那这方面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ok 那除了鱼油之外呢 有其他的食物 譬如阿麻子 阿麻子油 南瓜子油 那这个鱼油呢 那这个鱼油呢 那这方面呢 其实都可以帮助得到的 那食油呢 要小心了 油呢 就千万不要有益 所以呢 买到这些油呢 就要放在冰箱里的 那么有时候 我们见到 香港有些店 买些鱼油的店呢 他放的地方呢 是曝光很厉害的 太阳曬着的 其实这个很危险很危险的 那些鱼油呢 譬如那些阿麻子油鱼油呢 是千万不能益的 如果是曝光 和高温处理之下呢 那氧化了些油呢 其实那个问题 是更加严重的 所以呢 我们选购那方面呢 一定要找一些 好质素的油 和希望呢 它的瓶是有黑色的瓶的 千万不要看到那些 是放在那个厨柜 太阳那样曬着 其实那些油呢 一定是有问题的了 嗯 明白 好了 那这个一个最简单的 食物的方面呢 是处理那个关节炎呢 是非常之有效的 大家可以不妨一试 好了 那今集就这么快 入到尾声了 那我们再一次 多谢袁医生和他分享 那么多 那么有用的资料 好了 多谢各位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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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